七立國機場上個月的飛機升降量達到29,000多架次 創單月新高 而客運量達到480萬人次升7.5% 主因是訪港遊客增加 當中以內地及東南亞的遊客為主 回顧去年全年 機場的客運量升接近6% 而飛機升降量升9% 雙雙刷新紀錄 機管局行政總裁許漢忠說 展望未來 飛機的升降量和客運量會持續有增長 不過增幅可能放緩 而機場上個月的貨運量就下跌4.3% 其中歐洲和北美兩大市場的貨運量跌幅較大 許漢忠說 隨著環球貿易活動減少 貨運量可能會進一步下跌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榮生不得